我们前一集说到小蒋介石 秋行香在洛阳战役里面的表现 这是一场战争越激烈 但与世下的越大的惨烈战役 最后阶段甚至有上万发的炮弹 直接打入核心主阵地 我们下面有好几位网友给我们留言 他们的副职辈其实也有参与这场战役 老谭是不是要再跟我们深入的聊一下 其实洛阳战役主要是青年军2060 对抗华野三众还有中野的四众 我对这场战役其实一直有高度的兴趣 因为除了2060的奋力抵抗之外 我们其实也注意到负责主攻的 华野三众的第八师 其实也打得十分的凶悍 最后在打洛阳西北角的核心阵地 真的是让我们看得到战争残酷的这一面 在这场战役里面还有其实很多可以探讨的 像是在玉东的华野 为什么可以跟玉西的中野 他们合流在一起打洛阳 而且负责攻坚的是华野的三众 他们在打下来之后 武器物资其实都是给中野 却打得这么的用力 没有说什么因为这是你的地盘 然后我就保留我的实力 甚至于最后打洛阳的核心阵地 他们用了三百门的火炮 打了一万多发的炮弹 其实是打的处处都是较黑的尸体 这些武器特别是炮弹 是从哪里过来的 对于这些问题 我们这一集就主要是透过地处在河南中部的许昌 国共在这个地方六进五出的拉锯上来解释这一段 同时我们可以反过来看 秋行香他2060的手洛阳打得算是还不错的 所以这一集我们其实也可以算是洛阳战役的part 2 对于像我们这种三国迷而言 许昌绝对是演绎里面重要的一个场景 尤其曹操就在这边侠天指令诸侯 那他当然也是一个河南中部非常重要的城市 我们回到国共时期 许昌的重要性在哪里 许昌其实他是位于平汉铁路上面的一个城市 就是在郑州以南 那他位于河南的中心点 是国军重要的后勤补给的供应中心 那这个城市呢 华也是在1947年12月14日的深夜11点 开始发动的总共15日的中午12点战斗结束了 根据大陆的说法总共歼灭了8000多人 不过战斗强度不是很强烈 实际的胜完的人数其实是不多的 整个的意思其实就是包括被俘的国军 总共是8000人 这样子 所以人家说这个大军未动 粮草先行 所以军需补给是非常重要的 那号称是河南这个军需重镇的 这个许昌打成这样了 12小时就结束了 老谈有没有遇过就是防守许昌的这个老兵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宝贵的这个经历 我们前两期有提到玉北的贪音之战 那被俘之后呢 专容作哑逃出来的 完天县完伯伯 他那个时候其实来到了新乡 后来呢就遇到了一些逃出来的弟兄 他说他们在提到在贪音的这场战斗 他说大家都暴头痛哭 那顺电音的新武军呢 本来是一个军 后来将整个收容的结果 就只有剩下一个师 到了8月 这武器到齐了以后呢 他们就在郑州开始训练三个月 在11月的时候就派到了狱中 配合河南的保安旅 对抗这一代活动的共军 那在燕岭福沟这些地方都打了圣战 不过规模都不大 可是呢他们到了许昌这边 却因为侦察失灵 他们的部队一进入到许昌城内 就马上遭到攻击 瞬间就被打下 那他和其他200多名的弟兄 全部都被集中在城内的天主堂 那这一次呢 他还是和之前在贪音营养 说自己作战的时候天力受损 所以又被犯走 然后跑到了郑州去 那对于这场许昌的战斗 这个完天县完伯伯 他自己也都承认就是整个的战斗强度 其实跟贪音相比相差的太多 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照相看起来王伯伯他们被集中在天主堂 共军好像并没有让他们来补充他们的战斗兵员 其实还是有 共军打许昌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 看中的这边是后勤的军系供运中心 所以华野他们在这边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获得武器军火 根据他们的说法 就是总共获得了各种火炮 70多门 其中三炮以上的重武器就有10门 汽车近百辆 最重要的是还有专满弹药的一列火车 那还有其他的几个军需窗户 大陆有一本叫做许昌解放度 里面有一篇文章 他还很具体的提到 这些武器都是一箱一箱的加拿大手枪 美国步枪 还有没有装好的美国机枪 枪都是用油纸包好 才从太平洋对岸运过来 等于说都是新武器 那因为装备太多 共军在12月31号 还全副美式装备 在许昌举行的一次阅兵式 12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 还获得了一列装满弹药的列车 这些武器只要谁拿到 那个战斗力根本就是 撑撑撑上去了 他是华野的什么部队拿下来的 拿下许昌是华野外宣兵团 占重的第八师 也就是后来在1948年3月 打洛阳的华野的主力师 那我们前一集有提到 他们是在3月11日 在闪电暴雨之中 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烈的战斗 打下了东门 率先打进去洛阳 也就是说共军他们是利用 从许昌获得的武器 来打洛阳 对 基本上可以这么的说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本 许昌解放录这本书 里面还有一篇提到 术玉还特别指示 这些获得的军用物资 除了补充部队之外 其他都交给华野的后勤部 之后比如说像是四重 六重等等 统统都来许昌补充 那我们知道 这些重队的编制 其实有大有小 像是华野 他们一个重队 可能有两万五千人上下 接近于国军的一个军 那刘邓的禁忌鲁 野战军呢 重队的规模就比较小 可能就一万五上下 可是不管怎么样 打下的一个许昌 至少有三四个重队过来补充 就是我们可以想见说 国军在这一次 他损失有多大 也就是说打洛阳的部队 不管是华野的外线兵团 或者是中野 其实都获得了补给 在经过几次的拉锯之后 国军在许昌 甚至是在中原这个地区 可以发给部队的武器 也差不多都没了 的确如此 华野很顺利的拿下了许昌 获得了大批的军火 包括中野等等 也都来补给 到了1948年的3月14日 华野还有中野 他们可以动员三百门的火炮 打了一万多发的炮弹 打到秋行乡在洛阳的核心阵地 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测 那个时候一万多发的炮弹 有部分一定是在洛阳 直接缴获的 那另外还有一大批 是来自于许昌 所以这样听起来 许昌基本上就是被掏空了 因为平旱线中段 所以许昌的后勤 供应中心的位置 之后就没有再继续的扮演 更重要的是 国共在这边拉锯上 带来挥挥几次 所以国军还有河南省政府 在这边的势力 特别是像自卫队等等 他们基本上都被掏空 那到了1948年的5月 许昌又被攻入 进城的解放军 那个时候都用很压抑的口气说 他们看到驻守的战鞭21旅 他们所用的武器 都觉得很扫兴 因为枪子都是土家户 有的还生锈到 连枪机都没有办法拉动 那像这样子的武器 连在他们的连队里面 都不是被淘汰的 怎么国民党的这些部队 还在用这些古董 那这样的部队 蒋建市怎么还会派来守取 上这么重要的城市 优优独播放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